在三國演義中,劉章是一個暗躍無倫的人,不過他的手下倒是有著幾雲亂象,比雲亂和王中大致五十回協的理言。 和張飛對此的嫌人,以及將任,而我們根底所要閱的,正是三國演義中的將任。 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大將,將任我們都知道,在演義裡,鳳初狂統被射殺於樂鳳波。 而且復兵之計的人,正是將任,正是楊虛將任用計舍實了龐統,對於劉備入宿作戰的大軍造成很大的影響。 圍繞盡快而下益州,劉備將劉守京州的諸葛亮、張飛、志雲等人都調立村中作戰。 可二月,將任改變了劉備的作戰的計劃,龐統在諸葛亮等人上禮和劉備集結時。 劉備律領王中,屁然攻打樂城,王中,屁然攻打東門,劉備攻打西門。 張任先是固守,等劉備軍出二疲態的時候,他開始出城主動出擊,張任讓難,雷同拖著王中和麗言。 自己甚至突擊劉備,結果劉備的皮兵,難以抵擋將任的部隊,到時陷入混亂,劉備只能逃跑。 將任一路追擊,劉備苦不敲言,心忍絕望,劉備上者陷入這樣的危機。 是被高冷追擊,雅一者救要劉備的是智雲,而這一救劉備的是張飛,越來劉備的運氣也是極好的。 要不是張飛的逆時趕道,劉備大底是要被張任沒足了,劉備唯要被演更多的援軍和劉備集結。 而道謝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,張任主動向劉備軍引戰,幾途捉捉捉捉捉捉。 張飛迎戰張任,他援彈挑拾如合,張任打敗引誘張飛追擊,結果張飛再孤軍深入後。 並已倒直,張任掉頭圍著張飛,張飛陷入困境,這時候若果不是智雲及時到達。 打開了包圍圈,張飛怕也是要在這里吃大虧,這個時候,劉備手下的主要戰力基本集結。 諸葛亮,張飛,智雲,黃忠,屁然色素到場,為了除去張任,這個黨在成都之前的最後不毀守關大象。 諸葛亮以自己為利,有射張任追擊自己,結果在日然,黃忠,智雲,張飛的層層懷伏下。 將張任活足,劉備想要血向張任,結果張任非常堅決,以忠臣不示意著遮陽求死。 保存忠臣之名,張任當蛇流張手下,投降於劉備的人大有人在,比若李賢,賢雅、義、藍、雷同、張力等人。 真正和張任一般,願意若其父死的人並不多,張任了勇有猶,並且忠肝義膽。 劉備為了除掉他,動用了手下基本所有大象,這樣的待遇也慎托出他一流武將的實力。 而在三國演義中,你倆我遭遇大欺凌將為敵人,事歸與和夏侯淵。 請記得按讚好嗎? 谢谢观看